第716章 激战 狂暴的全劲在青夜悬下凝成漩涡之状 其中刺耳的破风声呼啸而出 甚至连空间都是在那寻风之下隐隐的有些扭曲 这青夜一出手便是展现出不俗的实力 这番攻击远远的剩余那红崖洞的货真 灵力全劲在灵动眼瞳之中急速的放大 下一刹那碎灿在清光自己体内涌动而出 闪电班德在其面前 换完一到大约涨水大小的青色灵盾 青夜的拳头毫不犹豫的狠狠的轰在那道青色灵盾之上 狂猛的力道暴发开来 竟直接是生生的将那道灵片震退而去 拳头带着灵盾飞快的接近灵盾的面门 不过就在那青色灵盾距灵盾面门尽有持续距离时 他终是猛然凝固 将那股狂暴的力道尽数的抵御而下 见到这一幕青夜的眼中寒光一闪 掌心凝聚的尽力突然喷吐而出 犹如利剑闪电般的洞穿林盾 以一种让人措手不及的速度直奔林洞的面门而去 猙獰而冰冷的青色龙臂在此刻横溢而开 挡在面前将那道灵力的进风硬按了下来 龙臂再度浮现 林洞却是并没有丝毫至缓的迹象 脚步突然其近 一对犹如青龙之爪般的双掌 已是暴探而出 青龙指引如同锋利的长枪洞传空气 直接是对着青夜的周身要害攻去 青夜望着那凭借着强悍的肉体凶悍而来的林洞 却是没有丝毫惧怕 喉咙间反而传出一道低沉的哼声 旋即其手印闪电变幻 一股深黄色的后尘之力突然自己体内涌动出来 我知道你修炼了一门高深的练体武学 不过就是不知道 比起我们地点这第一练体武学来 你还能有多少优势 越发浓郁的深黄原力 疯狂地从青夜浑身毛孔之中穿梭着 下一霎厚着皮肤竟然是变得深黄起来 犹如大地的色彩沉稳而厚重 低沉的声音猛地自青夜嘴中传出 下一霎那深黄的色彩闪电般的弥漫全身 令得他看上去宛如一个泥人 一种极为凶悍的波动若隐若现地散发出来 身体变幻那青夜同样是一步跨出 食指暴跌而出 化为铺天盖地的灵力指引 直接是硬生生地与林洞的龙指正面的硬汗在了一起 低沉的进风撕裂以及爆炸之声 连民不断地在交风之处响起 一道道灵力进气泄露出来 将附近的地面射得千窗百孔 犹如蜂窝一般 厂台周围所有人都是目光火热的望着 厂中那极端激烈的交风 从那里扩散出来的进气 让得很多人都是感到心悸 他们知道 此时若是换作他们的话 恐怕就算是全力防御 早已是被射得满身雪洞了 没想到青夜连地点最强的炼体武学 地缘玄体都是修炼成功了 荒殿的方向 庞桐等人一脸凝重地望着 场中那异常激烈的交风 忍不住地倒 林栋的优势便是肉体强悍 不过如今这青夜一旦催动了地缘玄体 恐怕这等优势立刻便是要减弱了一半 蒋号沉声道 这一战可不好打呀 青夜地点第一的名头果然名不虚传 林栋师弟可算是遇见了真正的对手了 造型猙獰的龙泉 与那如同大地颜色般的深黄拳头 狠狠地撕裂空气 然后在下一刹那重重地对焊在了一起 对碰的瞬间 一道惊人的沉闷的声响 也是突然地在这场台之上刺耳地响起 一股肉眼可见的进风波动 直接是成环形般的席卷而开 整片地面也是在此刻迅速地崩裂出 一道道手臂粗壮的裂缝 两道拳头一触即收 而后两人身形几乎是同时的 被两股狂暴的进风震退了数步 每一步落下时 即使在地面之上留下了深深的脚印 背后的空气更是被震得传出了低沉的音宝之声 两人的交手皆是电光火石 但那其中的凶狠程度 稍有眼力者都是能够有所觉察 只要两者之间谁出现了任何的疏忽 恐怕便是会被对方找出破绽 进而给予决定胜负的打击 强者交手胜负本就是在一念之间 清夜舔了舔嘴唇 眼中的冷冽逐渐的多了一丝凝重 先前的硬汉两人几乎是不分上下 而要知道林栋的真实实力 不过只是六元涅槃境 这与他之间相差甚远 但即便如此 林栋却依然是在这种正面交手时 不落丝毫下风 这的能耐 就算是因为个人恩怨 对他有些微词的轻验 也不得不承认后者的确相当的难缠 若是林栋和他处于相同的实力 恐怕今天他还真是胜算极少 但可惜的是 这世界上终归是没有绝对的公平 一团泛着深黄颜色的气息 自青叶嘴中缓缓吐出 他那张因为施展了炼天武学 而变得深黄的脸庞 此刻有些黄光涌动 而其手印闪电变幻 下一刹那猛然弯身 手掌重重出地 就在青叶手掌触地的瞬间 整片大地都是颤抖了一下 地面之上 仿佛有着一股极端狂暴的波动 自大地之下凝聚而动 宛如潜伏的凶猛地兽 这是 场台周围 众多惊讶的目光望着 那剧烈震动的场台 一些人显然是对着动静并不陌生 而后便是有着一些惊呼声传出来 地心天元首 这可是荒店除了地黄金之外 最强大的攻击武学了 没想到也被轻叶的师兄修炼成功了 不愧是好征天赋 仅次于应孝孝大师姐的人呢 林栋此次怕是危险了 难说呀 林栋可还有着大黄无精没施展呢 现在下结论可还早了点 是啊 嘲杂的窃窃思雨声 在山顶之上 如同潮水一般的扩散开来 此时此刻 林栋与青叶的交手 无疑是成为了这片区域 最受瞩目的地方 林栋同样是感觉到了 那自地底之下传来的狂暴波动 眼中凝重掠过 旋即其身形一动 略升半空 青叶望着这一幕 嘴角都是一瞥 旋即贴着地面的手掌 猛然一握 大地在此刻疯狂的抖动 林栋先前所处之地的地面 则是迅速地崩塌 泥石飞射 下一刹那 庞博的深黄色能量呼啸而出 直接是汇聚着那些泥石 化为一只巨大的深黄色巨手 巨手 犹如从地底深处探出的恶魔之爪 一时间便是带起滔天的凶风 洞穿虚空 直奔林栋而去 林栋目光凝重地望着 那撕裂大地呼啸而来的身黄巨手 身形蓄送后退 不过那只大手却是紧追不舍 狂暴无比的能量夹杂着满天黄尘飞舞 那遮天蔽日之状极为的壮观 天空之上林栋犹如一只小鸟 不断地躲避着那抓来的巨手 其间偶尔有着惊险之举 引得不少人惊呼出声 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青叶见状 眼中冷光一闪 一把抓出 只见得那巨手之上 数十道黄土光束暴射而出 直接是封锁了林栋所有的推落 板空中林栋身形突然停顿 他望着那次下方 犹如野兽一般扑来的黄土巨手 没清楚灰线裂开 荒芜妖眼再度被寄出 妖眼浮现 滔天的灰芒 几乎在一个极短的时间中 便是蔓延了天际 而后林栋身后的空间扭曲 一只巨大无比的黄手 带着远古般的气息 缓缓地出现 蛮荒之气笼罩着天与地 那种岁月沉淀的荒粮令得不少人都是心声波动 荒芜妖眼 林栋师兄竟是将他修炼到了最召唤出妖灵的地步了 望着那头庞大的荒兽 那些对其并不陌生的荒店弟子顿时惊呼出声 脸庞之上满是激动与亢奋之色 林栋脚踏荒兽 目光冷冽地望着那呼啸而来的黄土巨手 而此时 荒兽那紧闭的独眼也是缓缓睁开 顿时天地之间的原力也是在此刻突然沸腾 在那下方 自从结束自己的鄙视 便是一直闭目养身的亡言 也终于是在荒兽出现的那一刹睁开了双眼 那麻木淡漠的双目之中 一抹惊讶之色一闪而过 竟然是间荒芜妖眼修炼成功了吗 荒兽的独眼终于是在此刻睁了开来 接着天地反复都是暗淡了一瞬 一刀蕴含着极端恐怖破坏力的灰色光束 也是在此刻犹如死神之连 撕裂天际 在那无数道火热的目光下 与那弥漫着狂暴之力的黄土巨手 轰轰地撞在了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